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今天呢我们抓紧时间就说这个重点的就是太极拳在我们练习太极拳的过程中间高价好还是低价好 前面有一个视频就是聊到的这个东西 怎么好怎么好那什么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 我记得有一个视频里面说过我们练的时候 先开展练 打开把身体都打开开展练 然后呢再把它收缩回来练 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开展练 这是一种方法 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这个视频里面发的这个东西 今天呢我们讲这个低价和高价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就是高价低价也用这种方法 间隔一段时间用低价 再间隔一段时间用高价 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为什么或者怎样做呢这个事情 那我们在练太极拳有一定的水平的情况下 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了 那么开展和收缩我们可以交互的练习 在这个中间在开展练和收缩练 气脸入骨练的这两个方法中间呢 逐渐的把收缩的时间加长 比如说我练20天气脸入骨练 那么我在练两三天开展的练 这样交替进行 然后呢原则上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趋势上说 收缩的练是越来时间越长 我现在大约练一个月两个月 我再开展练一次 有时候半年我都不开展都是收缩练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高价低价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讲高价的时候 这个价子高的时候 刚开始学 我刚开始学套路的时候 初学者 那么我们价子呢 要高一点 我高一点 因为我没有劲嘛 我才学套路 我高一点 这可以 那么随着你功夫的加深呢 你就开始降低价子 降低价子呢 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和开展是一样的 其实你价子一低的时候 你的整个身心都是展开的 你不展开你就下不去 所以这个呢 低价和前面我们说的收缩呢 有一点类似 但是不是相同的 那么高价和低价 在练一段时间以后 一年两年三年以后 你学这个套路都很熟了 功力也涨上来了 对太极的了解也深入了 体会也多了 那么这时候 低价要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为什么要越来越少呢 因为刚开始学太极拳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价子打得很低 然后呢 就是为了使这个东西开展 使这个身心都开阔 那么你这个高价呢 它就收缩在一块了 和我们前面说的开展收缩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我们讲高价和低价呢 它的总的原则 或者它的总的趋势 也就是低价的时间 随着你练拳的年代 越久远 你的低价的时间 要越来越少 高价的时间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也就是说 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东西你搞明确了 这个东西你搞明确了 你就对我今天的视频的内容就了解 理解了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达到我们行走坐卧结太极 我们说行走坐卧结太极 行走坐卧 你看我的走路 就那我的走路就在打太极 我们走路就在打太极 那么我讲行走坐卧 我走路是在打太极 你要能达到行走坐卧结太极的情况 要达到这个目的 你达到行走坐卧结太极的目的 你就必须架得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也就是你的内动越大 外形越小 但是你的内动是很大 你的外形就越来越小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高价和低价 那么高价的时候 你的外形你看是小的 可是你低价的时候 你看你看低价的时候 你的外形是低的 是大的 是大的 那你外形大的情况下 那么你怎么能够达到行走坐卧结太极的这个目的呢 所以要向高价靠 这里边大家我要强调的就是 就是有的朋友在听视频的时候 他没有把它听完 或者说他没有仔细的听 而是一边做其他的事情或者一边听 然后呢他就是断章取义 而说老师你这个地方讲的不好 不是说大家不能不能说不同意见 欢迎大家讨论 但是你一定要把我今天的视频的内容把它讲 搞清楚 你的听清楚 对吧 我们说的这个高价低价 在前两三年刚学太极圈的时候 你价子越低一段时间高一段时间 我们是说的以后你的水平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低价要越来越少 你向着什么目标走呢 向着行走坐卧结太极 你看我架子虽然很高 但是我是太极 为什么 我为什么我是太极 你不是太极 你也是会走路我也会走路 为什么你是太极 我不是太极 为什么你是这个走路不是太极 我走路是太极 就是我是向这个方向慢慢靠拢的 我架子越来越高 比如说我打过几年打过几年又打说了 过几年又打说了 过几年又打说了 内动都大了 内动小了 那我走路也在其实也在打太极 内部在动 那么内部在动的时候呢 那么我这个就是太极 那么什么能证明 怎么样证明你行走坐卧就是太极 就是说我在走路的过程中间 坐着的过程中间 睡着的过程中间 随时会发力 随时发力 不需要把肌肉拉回来 然后发力像长泉那样 不是 而是你这个把你的东西都收在鼓里里 你的内动很大 你看我外形没动 但是比如说我的内动很大 我随时你看我随时会动 我不我不不需要怎么样 我不需要 举个例子 我不需要去拉个架子 拉架子就是准备 然后跳起来了 这就不是行走坐卧接太极了 那么架子高的时候 那么我行走坐卧接太极 我现在走路是太极的状态 太极状态就是临界点 发力的临界点 那么我们这个 你看 我是行走坐卧接太极 你看我们现在 他就是随时可以发出来 他不需要怎么呢 这个动作没有了 这个动作没有了 这个动作没有 这是太极的一个状态 那么所以说过去老一辈的就是近代的武术家叫周明 他的外号叫排位先生 排位先生 这个大家可以我自己一时早晨吧 可能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吧 我练了50年太极拳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脑子特别清晰 出口成章 现在什么时候想不起来了 那个排位先生的名字叫什么 就是说太极 他打太极拳了 就是近代的一个名家 太极的名家 号称排位先生 就是在赶极的路上 这个集市场有很多人 很多人 人比较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排位先生 他在走到中间的时候 他身体没有动 他在走的时候 旁边的人只要挨到他的人 都会纷纷下两边倒过去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他的走路 实际上他是太极的状态 你碰他的时候 他立刻这个力就会出来 那么我今天讲的高价和低价 为什么要逐渐的向高价靠拢 就是这个原因 好 那么现在我 我练了五十年太极拳 我现在练太极拳的价格 就不就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 那么低了 很高 你看我练的太极拳 比如说的话 啊 杨式太极拳 杨式太极拳 就看你这里边的骨头 我都是在内动 外边我不动了 几乎外边不动了 对 架子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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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么 啊 比如说 啊 赵宝太极拳 啊 啊 架子很高 你看 就看你这里边的骨头有没有拉开筋 它是不看外形 啊 它不看是外形的东西 啊 它不看那个外形的东西 啊 比如说 尘是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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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我都是 用很低的价 高的价 很高 用很高的价 低价都基本不用 有时候几个月的时候 有时候会 想 就是讲 啊 想出出汗 想那个 就是 那种 过对过去的那种感情嘛 我过去有一个视频社说 舍得舍得 就舍不得 原来套路慢慢逐渐把它忘掉是最好 我原来说过 我遇到一个老师 他说他不会打拳 就是他说全部忘了 全部把它丢掉 专念我自己太极的东西 好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高价和低价的问题 它的中心是什么 中心就是我们才学的时候 可以架了低一段时间 高一段时间 第一段时间 第一段时间是求开展 高价一段时间的目的是找感觉 那么我练了五十年太医学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说 我基本不用低价 就是每天练功 就是在高价中间找这个稍微高级一点的东西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理解这个问题的情况下 你可以用低价和高价打套路 把低价和高价的套路同时打一段时间 你在高价中间能找到很多太极拳的东西 高价容易松 低价不容易松 特别是对学太医学时间不长的 或者是说功夫不太好的 高价比较容易找到东西 我只要说的是这个东西 好 那个明格聊天 今天就关于高价和低价的问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好 我再说一句 开始前期可以相间隔的锻炼 高价练一段时间 低价练一段时间 如果你像我这样已经练二十三十年 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 我练五十多年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把你的太极圈的架子向高处靠了 低价基本上不练了 那么我再说一遍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达到行走坐卧接太极的目的 向这个目的靠了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高价和低价就到此为止 好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这个我们下次呢 再接着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